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 17号上午举行收场的记者招待会 国家发改委介绍 有人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意味着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上来大幅的收缩 甚至要搞自给自足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他们声称中国将坚定不宜扩大开放 促进国内国际循环顺畅联通 综合媒体报道 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到 中国政府如何减少对铁矿石 原油 天然气 大豆等外国进口资源的依赖 来实现更加自己自足的经济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成新说 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解跟认识问题 他说国内外有一些声音认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对外改革开放上大幅收缩 甚至要搞自给自足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赵成新引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强调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并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关起门来搞建设 而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 国际体系深度融合 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 跟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 内外需市场本身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BBC报导 内循环在中国官方语境当中的全称是 国内大循环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报导当中 是2020年5月 当时中国刚刚从疫情当中缓过气来 经济逐步的开始复苏 但是外部环境从政治到经济都开始全面的恶化 5月23号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出席政协的一次会议当中表示 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跟落脚点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6月习近平跟副总理刘鹤 分别在两次会议上重复了这个表述 此时舆论还未形成对内循环的讨论 直到7月的两个比较重磅的会议上都出现了这个表述 这两个会议分别是7月21号的企业家座谈会 跟7月30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后者不仅是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风向标 还为10月份中共19届五中全会制定时私物规划来铺路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 即将结束的中国十三五规划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十四五的主线则可能就是建设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可否认的是 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大背景 是中国几乎跌入到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科技领域 美国不仅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压华为 强迫TTOC来退出美国 在高科技制裁的实体名单也已经超过数百家 其中还包括了多家中国高校 在美国高校当中 与中国有合作的科学家 跟一些留学生也受到了驱逐或者是签证的限制 在外交上 中美互相关闭领事馆 互相驱逐记者 甚至有报道表示 美国在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赴美 中国周边与印度的边境也在一起冲突 在印度掀起了抵制中国产品的热潮 美国宣布中国在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权非法 澳洲也紧随其后 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突然成为一个热词 在联系到中国目前面临着几乎坠入冰点的地缘政治环境 外界有声音认为 这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闭关锁国之据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 应对外部压力不假 但是闭关锁国解读片面 这一轮调整是从外循环为主 转型为内循环为主 而非舍弃掉外循环 虽然如此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庞大的产能由外转内 形成内循环为主的经济 依然面临着多重障碍 回到二十大发改委的记者会上 对于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 赵成新也美言地说 由目前掌握的状况来看 第三季经济明显回升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升 与全球通胀高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保持三万亿美元以上 多项经济指标来看 中国经济表现仍然突出 赵成新说 今年以来特别是三四跟七月份 受到外部环境 疫情极端天气等超预期因素的影响 月度经济有所波动 随着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 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持续发力 接续政策果断的推出 工业服务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 都在不断的恢复 整体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他说面对到超预期因素 冲击影响 中国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 实现气吻回升 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跟巨大的潜力 又指出中国有14亿多的人口 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等等 有关基础条件为各类企业发展 提供巨大的机遇跟广阔的市场空间 他提到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的显现 宏观政策的效应不断的释放 中国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必将进一步的巩固 而中国实行的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工作 有力有效的支撑重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些政策措施的带动下 能源装备 实化装备等专案订单都在大幅增长 另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 在会上提问 中美商会中欧商会表示 外国企业高管没有办法前往中国 影响了外商在华的投资热情 对外商在华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此赵成新列举数据指出 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反复延宕 国际形势复杂严峻 跨国投资疲软的背景下 中国吸引外资克服了多重的困难 实现稳中有增 稳中提值 今年一到八月 中国利用外资转化为人民币 为8927.4亿元 按照可比口径同比增长的16.4% 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的33.6% 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分别增长的14.3% 27.6%跟43%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根据预布具继续的改善 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有信心 对中国市场长期看好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20大16号在北京开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 大会开幕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也就是今天 在岸离岸人民币反弹超过百点 A股低开主要股指跌幅大多低于1% 人民币方面 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曾经爆7.1785元 比14号的收盘价7.1931元相比涨了146个点字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则收复7.20关口 日内涨了超过200点 虽然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 经线旗帜鲜明的反习标语 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违规的第三任期名罗开道的中共二十大 仍然在16号如期召开 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 所做的政治报告当中声称 过去十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让中国实现的所谓从战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美国之音报导 习近平在政治报告当中 还就未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中国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 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 更开创国防跟军队现代化的新局面 以及绝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一定要实现两岸同一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 从而也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跟议论 首尔岩世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鲁勒汉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虽然习近平的语气当中听不出任何的歉意 但是他的报告也不如五年前那样的包罗万象 与上一次信心满满地步入铁定的第二任期不同 习近平在本次大会步入的 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最高领导职位 这一并无航道的水域 他补充由于坚持越来越不受到欢迎的防疫清零政策 导致经济跟社会的压力 习近平的演说听在许多中国民众耳中 显得有辩解的意味 强调党会考虑他们的最佳利益 演说的中心含义似乎是安全 这个词习近平多次的使用 不仅用在外交政策领域 而且还用在经济跟公共卫生议题上 他也讽刺地说到 毛泽东要让人民成为革命者 但小平要让人民富起来 而习近平却要让人民安全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兰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则表示 安全似乎是习近平的最大关切 他的说法是中国面临到很多危险 比喻说这个国家好像处于战争的状态 而他则是救世主 他以这种说法试图让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 吴木兰认为 过去中国领导人将执政的合法性 基于他们能推动经济发展至上 现在面对到经济的放缓 习近平试图将执政合法性 从经济发展转换为安全 也就是说只有他能够挽救跟保护中国 香港大学财经教授陈志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也特别提到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当中 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的强调经济发展 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强调经济发展跟经济改革 从十四大到十九大 经济发展每一次都被明确定义为党的中心任务 但是这一次却完全没有提到 重点反而是完整跟全面的发展 也就是说党不再单单致力于经济发展 而是要推动政治社会环境跟文化的发展 悉尼麦考瑞大学安全情报跟犯罪学系教授纪北茨认为 习近平的政治报告谈到了延续性 谈到要加速向前 但是似乎完全没有提到政策的挑战 尽管国内经济跟国际关系都面临到越来越大的问题 但是这也不是一篇政策演说 这是一篇盛赞以往成就 强调对党跟其选择道路的信心 同时鞭策党员更加努力向前的演说 这在习近平打破常规寻求永久掌权之时 给党当然也给党的领袖唱赞歌 伦敦地缘战略领事会研究员彭潮斯则对路透社说 今年的报告比较短也非常的空泛 政策方面没有具体的说法 这可能后续会谈到 创新跟教育一直是习近平重视的 而在这份报告当中对此更为强调 特别因为美国出台限制跟中国科技合作的措施 中国研发自己的科技就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斯德表示 习近平在捍卫中共现行内政外交上没有丝毫的质疑 最重要的主题是他强调要在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 从现代化到外交到社会主义都要发展出中国式的特色 习近平希望中共中国以及国际体制走向不同于美国跟西方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所划定的道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庄佳颖也认为 中共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谈论安全的次数比以往要多 不过他认为中国在几个方面的确比五年前都还要更为关切安全方面的问题 首先与美国的竞争更为激烈 然后乌克兰战争以及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充满不确定性 今天的世界看起来比五年前更具角逐性 而且在新冠疫情下 供应类的问题与美国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努力起头并进 所以在安全问题上 中国需要担忧的事情要比五年前来的更多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